Hello 大家好 我是MK 歡迎回來玩分視境界線 又是時候玩八盒... 不是 想說玩八盒的遊戲 太久沒有玩花盒玩到上身了 說錯了 歡迎回來玩一隻正常向的遊戲 那好吧 反正不能說了 上一集好像說到我們解決了任生件事 叫做圓滿了 其實任生條線在這個平鋪的秩序下寫得更好 反而他起碼有對他的小孩的感情比較多 很滿意的 都滿意的 就算不進他的線都不錯 上一集還說了一個重點就是 阿某子的朋友 六月 不知不見了還是失蹤了還是怎樣 但是懷疑 寵刀懷疑是那個穿白色斗篷的那個人 那就好了 開波了 自然之於變盤 目光透過走廊 可以看到庭院裡 在急急忙忙趕回宿四學生們 這個就是我們的特權 放學可以到處走 其實也挺辛苦的 對 等鐘一響晚上就要來了 回想起第一次外見迎來夜之世界的時候 那份震撼之家就已經習慣了 但都沒有可以達到被眼前風景改寫的時候 都可以若無歧視的程度 我和便盤悶悶地邁開步伐 夜之下 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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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 之前不是說過魔法 大概因為地球正在轉 給了這些答案 我知道我知道 講的是夜之世界的東西 我虎少看著緊奧雙拳 呼喇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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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喇 真是有壞人 對啦 其實為什麼呢? 這件事 為什麼一到夜晚 校園就會變成完全不同的另一個世界 因為這就是遊戲設定 遺品呀 魔法呀 還有幽靈甚至怪物 不如說之前為什麼一直沒有注意到呢 明明只要是這個學園 發生什麼都不奇怪 為何要跟學園連接呢? 這個所謂夜之世界 夜之世界 我們一直看著這個世界 裏側的世界 其實有點像了我靜直靈的 那個設定 就是鏡子裡面可以有第二個世界 那現在就是 響完中夜晚之後 兩個世界重疊了 當我們首次進入夜之世界的時候 某只是這樣跟我們說明 唉 不可以 什麼 筆枕魔能理解 就是理解不了 我真的一點都不明白 類似的程度也夠了吧 變盤歪著頭手指指向太陽圓 夜之世界已經夠神秘 那裏的學生都是一個米 如果說夜之世界是從女質的那裏被人召喚過來的話 那夜之學生又是為什麼會被人召喚來到這裡呢? 又往來於校園 為什麼會被人來到這裡繼續上學 又是怎麼從那個女質世界過來的呢? 學校沒有的嗎? 夜之世界原本有的地方 嘩 夜之世界沒得上學 就是全個夜之世界只有一間學校 那不如自己弄一個 為什麼偏偏要把世界的校園變成一樣 然後坐在那個上學呢? 對呀 其實這個設定真的很麻煩 你這樣說我都不明白 既然是這麼大規模的魔法 一定有什麼線索才對 話雖然是這樣說 我實際上都沒有更具體的猜測 再說這個本來都不是誰誰誰可以理出頭緒的簡單話題 對呀 所以她都只是普通的女生來的 的確不明白我們跟她們之間有什麼不同 如果是要說的話 就是顏色的 制服的顏色不同的程度 我在路裡面瞄拒著便盤和風女屋他們的東西 因此對話中斷了幾秒 我剛剛想這樣說的時候 怎麼了? 她忽然間說什麼? 為什麼? 是否變得突然間這個VGM響了 在搞笑話題裡 是回想天空的場景 便盤說話的聲音越來越小 啊 確實一開始我真的以為要被人吃了 但你還沒習慣嗎? 我剛剛先撫笑一下 便盤就方方張張擺著雙手 一口氣地說到 你真的沒習慣 好難啊 即是你看遊戲的場景CG 你感受不到 如果現實世界看到這樣的東西 我都會覺得很震撼 我想 這樣啊 所以你就躲在我的影子裡面 但你不是就是這樣做嗎? 無論怎樣看 都是為了 避開槍頭射過來的陰影 而躲在旁邊 我剛剛想跟她換位試一下 變換仔忽然在那邊搖頭擺手 頭退起來 你還跟著 那你真是乾脆正對著槍試一下 搞不好可以習慣 我一邊拉著她的後襟 一邊向她 將她推向外面 震撼了發 快點迷向未來 無論怎樣都想躲在我後面的變盤 唯有不讓她得逞 不斷閃開 而且將她推向外面的我 我們兩個暫時 還要持續著仙局 咕嚕咕嚕地轉圈 進行著無果的戰鬥 偏講著反駁的話 變盤在我的手裡逃走 而又貼上走廊內側的牆壁上面 雖然距離夜之世 來到還有少許時間 她看起來真的很害怕 喂喂不要走 我剛剛走向她 以一個大字形貼著牆壁的變盤手 撲命地搖頭 喂 整天這樣說 無論多少次都不會習慣 呵 原來你之前都是這樣過來 喂 說謊吧我不相信 我真的 真的在這裡 看向面 盆手指的方向 看到帽子一個人 在這邊走過來 帽子應該是注意到我們 但她忽然停下腳步 轉過身去 跟在帽子伸漏的是 長髮和外套 隨著步伐的移動 而一同搖 使其身之二 任身 是惡機將 是好像是她叫住了帽子 那個囂張的人 不在這裡 哇好聰明喔小太王 一說囂張的人 就知道是雲村 平時一直的雲村和惡機將 兩個人組合巡迴的時間 但現在似乎只有惡機將 一個人在這裡 不在不在不在 希望不要添加麻煩就好 我和便盤走向了他們 對了 你不說了 因為上一個禮拜 我真的對劇情沒有那麼記憶力 因為上一集 雲村被人捉走了 不知道他去了哪裡 司主答話之後 兩個女生一同轉頭面向我們 1個女生一同轉頭 他媽媽的家 Thor 他媽媽的家 嗯?某知你做什麼? 嗯,確實是這樣 某知並不是那種會對外界影響很大反應的人 我一直都是這樣認為 但偶然都會有反應過敏的時候 不是的,他被人抓走了 被人剁碎做香腸 這樣回答他某指向我們投來了新聞的目光 在那裡想問我們有沒有發生什麼事 我們也沒有遇到什麼特別的麻煩 什麼?什麼意思? 聽到某指的台詞之後 便盤和樂機轉頭望向那臉 做什麼?好像說到我們打了他一幕 打到他來不到工作 被人望也算 他兩個一個 一副原來如此的表情是什麼意思? 我也想啦,他被人抓走了 哭哭了 連我機場都想視線移開了我機場 讓人要美美美的笑容敷衍著我 死去哪裡啊?雲川 我機場看來真的沒有線索 非常煩惱在那裡說 撇開性格不管 他似乎不會是無故偷冷的類型 嘩,這麼聰明 射球都不會 Costa雖然他的嘴很臭 但都給人一種非常認真的印象 所以他已經在旁邊的巡回 旁邊的巡回衣室已經出現了嗎? 嗯... 這樣吧 也就是說他很可能和 找到他的樂機以外錯過 而正在不同路線上巡邏 巡邏路線是怎樣的? 要不要幫忙 實際上這幾天的確和平到沒有事可以做的程度 某隻毫無意義當場同意了 變盤都點了點頭 但都有可能因為茂子剛才的反應 令我和變盤產生其他想法都說不定 結果我們的自告反用反而令惡機不好意思起來 不要緊啦反對沒事做 嗯...四個分頭很快找到的 你找不到那一刻你就知道什麼事 嗯哼 如果找到人的話我會在這裡集合怎樣 嗯... 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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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兩個就在校舍中分... 校舍入面分頭找 適當地決定路線我們就這樣解散了 我一排除雲村有事做 去分室這種微逆的可能我前往地下去找 沒有啊...雲村被人抓了 被人倒了啊...雲村 那些炒鬧的人應該不在這裡 雖然即使陣入視野都會因為融入這裡的風景而被無事 的麗塔就要另當別淚 啊...對了 保險起見還是問一下麗塔有沒有見到人 麗塔 是肯定說沒有了 其實直接問麗塔 雲村去那邊會不會好一點啊 麗塔在不在這裡 我向著... 我向著麗塔一直在那個書架的深處出聲打招呼 我看著... 書架的影中輕輕浮現了一個抱著自己身體那樣大的書 的身子 麗塔看到我之後似乎很稀奇地歪了歪頭 我可不可以扣麗塔 麗塔...麗塔應該是我覺得最棒的女角色 比帽子 啊...現在我們整個分頭找到雲村 是呀是呀 那個態度扑街的風紀委員 他有來過這裏 麗塔輕悶悶地搖頭 這樣 果然 北京那傢伙如果是一個人來的話 本身是很稀奇的東西來的 不如好打去分析那裏看看 不竟是有可能他在麗塔埋手在書架深處沒有住的時候在這裏過了去 多謝 那就這樣先 你不問一下 雲村去了那邊 麗塔這些好像什麼都知道 問一下他都無妨我覺得 我向麗塔揮手就離開書架 向婚室那邊走去 不在這裏 打開門 我探著半個新苗一苗 塞內 就好像預料那樣沒有人 沒辦法啦 唯有回去先 去那邊的雲村那個人 主角一定覺得 我們在上帝視覺已經看了雲村那邊 沒什麼意思再找你 剛剛到集合點了 便盤正好在另一邊發霉的樣子 唉 這邊果然都沒有人 便盤貪憂 一臉困惑地搖一搖一搖 不見 蛤? 越來越可疑 看來不是錯過這麼簡單 忽然我機像跑來這邊 不是找到的樣子 看來你都沒有找到 好遺憾 白走一趟 麗塔都說他沒有見到 那邊 巡回其他人的風景衣 但誰都沒有看見 唉 沒了 雲村 誰都見不到 也就是雲村本人都沒有在找落機的樣子 這樣啊 這樣就剩下帽子了 聽到便盤的歌迅速轉頭 看到茂子正跑到台街 但沒有見到雲村的身影 茂子都跟我們一齊望向他的視線搖一搖頭 即使是惡機都難染著急的神情 還有沒有宿舍啊 或者他忘記了什麼東西自己回宿舍呢 這樣說又是 如果突然肚子貓會廁所出不來呢 什麼啊 你找你的風景衛員進去就行了 死腦筋的 看到多少有些超急的惡機便盤舉起手之後說到 雲村 那個傢伙看起來壯見到不得了啊 我向惡機用眼神新聞 他好像同意我的意見一樣點了點頭 反正他也順勢走到這裏 總而言之大家先去醫療室看看 肯定沒有啦 我們知道了 我們知道雲村沒有了 不過如果他真的被人抬進醫務室 老師都應該跟風紀委員室聯絡才對 啊 被人抬出去 打橫出去 確實是這樣 得到惡機信任的雲村應該有相當的水準 如果連他都被人抬進醫務室 應該肯定發生了什麼相當棘手的事 即將來到醫務室的途中 走廊突然回響面盆的尖叫 搞什麼 我們被這個不驚異 不驚異的一聲嚇了一跳 忽然停下腳步 正在背後的惡機一臉撞了我身上 剛 真的睡了在地下 藝人ESS 身上穿著大衣毋毋义問是風紀委員的制服 但不坐下來的他沒有回應然後的呼喚一蘇也不動 但他室看到了一個白色身形 那人人是 故事件 經驗過白衣人形 見到我們之後開始輕飄飄搖著身體 傳聞在傍晚時份現身的幽靈 跟我在奇妙世界遭遇的人是同一個 白色的人已經忽然回了新潮手 三次跑過去 喊著狠求的言語 謀者第一個追上去 當然追白色的披風 追上去 不用想 我立刻追上帽子朝白色的身影跑去 身影在走廊的拐角處敏銳地轉了幻 咦? 追著白色的身影轉了幻之後 不如停下腳步 帽子呢? 帽子在這裡 嚇死了嗎? 不見了? 轉了幻之後看到的只有轉向深處伸延的走廊 沒有任何人影 周圍的門都沒有開過的樣子 貧空消失了 只可以這樣認為 無論多敏捷都不可能在轉彎之前已經跑出這個走廊 不見了 都是鎖住的 門啊 保險起見我向旁邊的教室試開一下 因為上面都鎖住了 所以沒有開到 說起來惡姬都說過 他以前追這個白色身影的時候發生過 這樣轉完之後就追掉了的情況 當時雖然惡姬還說自己有可能為了放走那個人而說大話的可能性 但現在看來惡姬沒有說大話 雖然我不認為惡姬會說大話 但看到他描述這樣的光景都令我震撼了 帽子似乎都不知道怎麼辦 向前走幾步巡邏住周圍 巡視住周圍 他小小小說到似乎是甚麼人的名字 帽子沒有注意到自己的自然治癒 我現在看著空母一營的走廊 錄著是 他猛言抬頭看向視著答話的我 之後有急望移開了視線 帽子你知道白色那一條是誰嗎 你知的是六月 你一個好朋友 那六月又是誰 聽錯 你別嚴漆了 現在發生這麼大的事 某知突然背向我 朝我去過你的方向走了過去 被人襲擊啊現在大佬 你還在說這些 唉 那個是無論我問什麼都不打算回答的面 雖然很明顯他在那裡轉移話題 但他只要想的話 絕對會守口如瓶的人來 好大這一點我已經是學習到的 沒辦法啦 去處理雲川那邊先 我送了送堅 都在醫務室那邊走過去 怎樣啊雲川 被你老強啊雲川 做什麼事啊 我們把雲川搬入醫務室之後 正好交給回來的校醫 可能他這樣一暈就永遠都醒不回來呢 會不會是這樣啊 跟老師對話之後的樂技 似乎遠處於心中已有著狼 身為我危險 還很幸運沒有演變成重大的事故 緊張的氣氛多少有了緩和 但究竟發生什麼事呢 我們現在都會有著疑惑 看來都不知道他受了什麼傷 正在這個問題 分島的雲川旁邊 站著那個正體不明的人 他對雲川做什麼奇怪事都有可能 但這個都只是吹賊 你的好朋友六月啊大佬 沒錯那個白癡的家伙似乎沒有加害雲川 至少我們來的時候是這樣 但都不可以就這樣判斷他對這件事沒有關係 某使一如記我冷靜地說到 但我總是覺得他沉重的語氣就好像說給自己聽 這樣 蛤?無論怎樣看都是那個白色的披風 我認為同一個來就是那個白色的披風 嗯 同樣的 以前也突然消失了 嗯 廊下的角落後 已經消失了 他應該是有傳送的技能 即是他都既然可以開門走了 即是在另一邊開門過來 可以回答這個問題的人當然不存在 幾秒之後我們各自思考 對話中出現一段沉默的空白 等到雲川寫了之後再找他問一下就好 最先看有的我說了一句這樣的事 我覺得雲川會不會寫不回來 全員對這件事都點頭同意 端正表情之後 我看向我們三個人這樣說到 我真的正式向我們落偉托了 對嗎 這是DOME的特殊事案調查分室的案件 對嗎 這是DOME的特殊事案調查分室的案件 學園長 我請給我提示 我請給我提示 說完最後就落了我們身上 對嗎 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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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畢竟可以令雲川這樣血氣方剛的人 連搏鬥都沒有就暈倒的人 肯定不普通 瞄了雲川 而且他旁邊有著不明身份的白色披風 是不是你的Fan6月呢 究竟是不是幽靈都不清楚 但那個青色的腳步聲 就代表他肯定有腳的 對 對 對 但也有可能更加恐怖的 某種事情都說不定 好 比往常更早的被人阻止了 因為說到他的Fan6月 果然我也是覺得 某子對白色的人有什麼頭緒 但根據我以前用白色披風遭遇的經歷 我只是想看他都不是壞人 不如說給他幫助了不少 唉 聽說文川好好地問一下才算 如果他真的目擊到什麼有幫助的事就好了 文川被人一下延遇了 他可能看到什麼 第二天 整個日頭都無所事事地過了 嘩 我有他這樣就好了 眨下眼就落堂 眨下眼就下班 眨下眼就下班 嘩 帽子來了 帽子剛剛到 他正在把袋子放在椅子上 之後文川怎樣 意識佩服了沒有 我把袋子放在客人用的沙發裡 然後在旁邊坐下來 其實都挺正的 就是這些 你怎麼可以一個 一個寶 特茶分室 嘩 整個房間都是我們三個人 真的很爽 你想一下房間之後 就有你的小天地 就算你不用回家 都覺得 在這裡喝一下咖啡 看看書 都很好 這件事很棒 叫做我們學校有一個 你自己有的區域 帽子在我們坐好 好像在開口說到 唉 幸好不是因為唯品捕手 而導致沒有辦法醒來的情況 嘩 在那裡睡了一整天 正 那我們去看看 馬上來 帽子的野光好 被敲門聲染蓋 真是趕曹操就到了 做什麼 雲川的傻子 好像還沒睡醒 正好像我們想像 一樣 和學姬一起來 是一念尷尬的樣子 的雲川 往常跟我一開波 就見到一副不爽的表情 但今天她的表情 看起來隔外虎劫 做什麼已經可以起來了 和雲川虎劫的表情相反 和學姬一念尷尬的回答到 然後她好像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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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沒有聽清楚的話 裡面似乎有些什麼陸續的樣子 吹 感覺到淹煩 有貌子彈遊戲打斷了我們 吹 吹 吹 明明對雲川來說 這個是轉移話題好機會 但不知道為什麼 她畫面上的表情更複雜了 而且那個表情會與其說是尷尬 不如說是黑歷史被人發現的表情 怎麼了? 是說出來會令你感到非常不好意思的東西 本來還在喘著撮雲串 帶著那快要撞上沒辦法修復的炸彈 什麼? 沒辦法處理的被引爆炸彈 都絕對不會回頭的氣勢將外劃定了回來 那到底發生什麼事? 我催促了之後反而更加說不出 到底發生了什麼? 看到滿頭問好的我們 惡姬看不下去之後就當他開口 那你早說吧 什麼都忘記了 惡姬都是一副困惑的樣子 怎樣都怎樣頭 一臉苦劫的他 師父為了抑制煩躁長長地嘆氣 怎樣暈倒一點都忘記了 被誰弄成這樣之類 聽到側問之後 雲串 死心這樣說到 三日 三日之後 為什麼這樣? 即是對上三日的記憶全部被人洗了 你記憶那些魔法 也就是說不是因為這種原因而導致失憶的 對上三日的記憶 畢竟沒有外傷 畢竟沒有外傷 那樣的壓果園是跟遺品有關 其實你有沒有檢查過 是否被人切了喳喳的 確實外表看起來沒有什麼奇怪的地方 也不僅有假裝實憶 再說就算隱瞞什麼 面對比一般人敏感的惡機 也不可能藏得住 但是這樣又頭痛 沒想到居沒有記憶 不過保險起見也是試試問些東西 問些東西? 又是問光了 一問些東西 有沒有撿到類似遺品的東西? 房間有沒有一些 沒有印象的古品之類? 哈哈 那倒是 還有什麼想打聽呢? 有沒有 聞到的時候 你身邊站了一個白色飛空的人 就是傳說中的那個幽靈 太陽西落的時候現真的那個 完全沒有跟他說過嗎? 這個我們也想問 好啊 還有什麼想打聽呢? 在路上有沒有撿到什麼奇怪的東西? 吃 吃 都可能吃了沒有印象 北京失了憶 哈哈 但是什麼 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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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很認真 嗯 看來沒有任何線索 文遷本人似乎很不甘心 語氣比平日還要慌亂 哈哈 邊盆繼續安慰著他 某子用冷靜的語氣表示同意 對 外傷也沒有 意識失去記憶 都沒有記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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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被魔術洗了 你被人瞄了 你被人瞄了 那 我明白了 但 我明白了 你很在意 但總之交給我們 怎麼看這次都是我們這邊的案件 對 原因是魔術的 所以 你可不可以任由 惡機你們打算怎麼做 那 那 白的 人 都沒有記憶 昨天的雲村露出了奇妙的神情 似乎想起什麼樣子 畢竟發生了那麼多事 自己沒有什麼記憶 實在是 一般人的感覺都不甘心 特別是雲村這些不容許失敗的人 那 我 失礼 到底搞什麼 想怎樣 白色衣服 那個人 真的 不知姐姐還是妹妹 6月 我機器人重新行禮 在這間房間離開了 這樣 你們怎麼看 面盤那邊抱著手臂 在歪頭試效 可能不是現場用 沒有使用過遺品的痕跡 我明明都做好 會和到處亂飛的妖精 或是整堆部有戰鬥的覺悟 但某子露出了一副難以置信表 啊 屌 食字 某子露出了一副難以置信的表情 似乎他原先都認定這件事和遺品相關 MIST以外的記憶消除了方法嗎 沒有 沒有 MIST以外的魔術的手段 沒有 自己本身懂魔法 某子利用的符咒就是類似的東西 那是遺品專用的 那是遺品專用的 也就是說 哪怕對遺品的使用者 或者被遺品操控的人用都是沒有效果的 這樣說起來 報偶那件事也是 除了本體以外的夾火 全部都是用網來捕捉的 也就是說 只是貼在遺品本體上才會起效 嘩 這麼棒 那雲村的臉應該留有那件事才對 雖然是這樣說 但看雲村有沒有什麼奇怪的地方 那是 痕跡也沒有 那是 魔術的東西 那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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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某子無意識用手指 經常放在他室蓋那本書的封面上畫些什麼 看起來就是 沒有總抑制自己的感情至於滿日出來的魔咒 那樣 麻煩的對手 是那個白色的人做 我看見他 有很害怕的 可是我的確沒有看到他對雲村做過什麼手腳的 我看見他根根根本是他一邊虎視著雲村的樣子 如果他受到什麼物理上的攻擊的話 那沒有外傷就會很奇怪 如果變盤撞到同樣的情況大概那傢伙現身的瞬間 就驚訝到跌落地失去意識 但雲川又不是傻子 我最在意的果然是雲川為何他在沒有戰鬥的情況下暈了過去 不闖了魔法陣 是 要嘗試找這個白色的人 某子好像在想什麼一樣點頭 我總是覺得這傢伙會想說由自己一個人抓住那傢伙 說一又說,找都找不到他 神漆鬼抹過頭,即使追上去都會半途消失 但到頭來我們可以做的就是跟風機一樣巡邏 好,這件事越來越鬼 我以為是星空 一張CG來的,星空 嘩,場景挺好看的 有夜晚又是星空 那今集的環返時的景界線就來到這裡 叫做,我以為雲川會出事 怎料雲川被人無事,就順便回來 這個景又多美 其實我多喜歡這些夜晚加上這種設計的夜景 真的OK的,有感覺的 特別在GalGamer 你平時晚上自己看好像沒什麼 但打遊戲晚上是特別令人舒適的感覺 唉,那好吧,下集再見吧,拜拜